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再重新做一次Room Tour 因為我搬屋差不多一年了 那時候搬完屋之後 立即做了Room Tour 所以那時候的東西都放得很亂 而且由我搬完屋到現在 其實我家裡的傢俬擺位 我都是移動過無數次的 我發覺有很多朋友都有發現到這件事 我看到有很多留言都叫我重新做Room Tour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這間房子我簽了兩年 本來我就想著 其實我都不是經常在家裡 家裡的設計或擺設 其實都不需要非常注重 所以我本來想著就這樣過 剩下那一年 雖然我有很多機會不在家 但我一見到家裡 可能是24小時 48小時不外出 變相我來家裡的時間 又好像很長 與其再對著不滿意的設計一年 不如我滴起心肝 稍微少少改頭換面 好了 現在就重新開始Room Tour 不過今次Room Tour 我只會拍改頭換面座的位置 所以沒看過我之前Room Tour的朋友 請稍微欲報 按這條link 首先我鏡子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旁邊就是廚房 那旁邊就是放飾物的地方 那我之後呢 上網買了這些鐵架 因為方便勾東西 飾物啊 然後眼鏡啊 耳環啊 那就可以一次過掛在這個位置 我的香水 那這個是一個藍牙耳機 會浮的 超帥的 那這兩個櫃呢 是我剛剛新買的 我總共買了五個 是我自己組裝的 那我買回來的時候 它是一塊塊的 我砌得超辛苦 三十多四十元港幣 那這個呢 就放了一點 女性的用品 不方便給大家看 這一格就放了一些 紙巾啊 淋滋的東西 然後下面呢 我又重新整理過 那這一格呢 是放護膚品類的 然後有很多面膜 那這一格呢 就是放...這邊是放藥 然後中間都是放一些 淋滋的東西 有軟尺 然後這邊 是有XO的 肥皂 對 這個是Natural Republic的肥皂 有很多 用不完 然後下面這一格呢 雜物居多 那有電話殼 然後之前 裝飾場的那個旗仔 大量的染髮劑 漂頭粉 然後耳機有一個 雜物類 這裡是 然後地上呢 是有我每天都要用的捲髮器 還有封筒封筒的手掌後面 那這裡呢 有個綁的 那就... 放在這裡 那這裡呢 放了一個經常坐的坐墊 其實它以後應該都會經常被移動 它應該不會長串這個位的 好了 然後旁邊就是床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的床是這樣 打橫放的 那我現在呢 把它變成打直 空間感好像大了很多 那旁邊呢 就有一個結他 那為什麼結他放在這裡呢 是純粹因為沒有位置放的 床的對面就是書桌 那剛才說 那五個櫃的 其中三個放在這裡 是不是很整潔呢 那張桌 我是人生第一次 那張桌這麼整潔的 因為我最近看室內設計的時候 我很喜歡白色和乾淨的設計 然後我看回自己的問題 就是我太多雜物 都放了出來 所以呢 是怎樣都會覺得亂 所以呢 現在我就要維持這樣 那張桌子呢 是什麼都沒有 那張桌子基本上只有電腦 那張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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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桌子是新賣的 這個Daiso賣的 超有趣的 那張桌子 然後上面就放相機 放一些電池 那張桌子 上面這個我放 不是太捨得扔的裝飾物 那這個呢 是放電話的 那我暫時不用了 所以就放在這裡 那這一格呢 放 是不是一大開始覺得很亂 這格是放相機的 因為我其實也有很多相機 有Action Cam 然後有兩部DC 然後腳架 相機帶 然後有耳機 啊 電池啊 等等等等 下面這一格呢 就是放我的化妝品類 現在有個習慣呢 就是喜歡把化妝品分類放 譬如這個呢 就是放唇膏類的 咦 為什麼好像是Base的 那這個是放眼影類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Mascara Cam 下面這一層 就是護膚品和落妝類 然後紙巾我也塞在這裡 因為紙巾如果包出來的話 也是會影響整個觀感的 所以就覺得 沒有眼視乾淨 那這個呢 是之前買的 就是美白牙齒 那我就準備用的了 打算試試看它有沒有功效 下面也有一點雜物 有一個布 可以用來寫東西 這些呢 就是收一些sponsor的東西 譬如是面膜等等之類 下面這個是一個收納箱來的 就放了一點點冬天衣 其實非常不夠 我還買多了兩個 我還沒開 下面很亂 下面就有些充電器 等等之類的線類 好了 接著就到這個白色架了 我非常之滿意它 它也是我新買的 這個櫃呢 其實就是跟剛才這些櫃一起買的 不過這個就是沒有門 這些就是有門 那我就特地買來 是放帽的 然後還有很多頂在這邊 還有一個花圈 之前在釜山買的 然後上面這個呢 近來也很喜歡用這些頭帶 然後還有少少冷帽在裡面 我又特地買白色的 配上所有東西都是白色 那下面這兩格呢 就是擺我穿過的衣服 那之前沒有這個架的時候 我是放衣架的 之前有個衣架 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那個衣架在哪 但我發覺那個衣架呢 因為它掛起來 其實看起來 它沒那麼好看 所以呢 我就決定轉用這個架 然後下面也可以放我的袋 那我覺得這樣擺會整齊一點 下面也是的 下面是放布袋之類的東西 然後腳架就暫時放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那張木桌 大家應該很常看到它就出現了 旁邊就是衣櫃 那衣櫃沒什麼好介紹 旁邊就是雪櫃 那旁邊呢 那它之前也曾經上過鏡子 我是放在我的書桌旁邊的 但後來覺得它這個粉紅色 跟我現在那些白色的東西 實在太不合了 所以呢 就唯有塞它在這裡 各位 重點來了 是因為這件東西而令到我整間的感覺完全不同 就是你了 白色的窗簾 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的窗簾是怎樣的 是米黃色 然後打橫一間間 是拉下來的 其實說真的 我從搬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看過很不順眼 不過也是因為想著 唉 兩年很快過而已 但後來真的覺得 越看越不順眼 所以我就決定要換掉它了 那我剛才不是說這些衣服 本身是掛在衣架上的 那衣架呢 然後我去了哪裡呢 就是 去了這裡 它本身呢 是衣架來的嘛 然後我呢 把它這樣 搏長了它 做一個 窗簾架 那為什麼我不是一個窗簾架 要故意這樣搏長它呢 因為第一 這間屋不是我的嘛 如果要裝窗簾架 又要轉孔又要什麼 免得搞那麼多 第二 就是覺得 因為我要買這個架 所以 我這個衣架是多了出來的 那我又不想浪費這個衣架 後來被我發現 它中間這條衣架 是可以連接在一起的 所以呢 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我是真心覺得 因為有這個白色窗簾的關係 是令到整間屋的氣氛都不同了 然後我呢 又加上白色的小燈 就更加有氣氛了 好 那今天這個room tour呢 就到這邊了 那其實 現在這樣 改頭換面了之後 不可以說這間屋變漂亮了很多 因為本身這間屋的設計 就是比較深色 而且這間屋都算偏舊的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不能改變的 所以我都盡量在這個有限的物資 還有有限的空間裡面 做了一個最大的改善 我是非常之滿意這間屋 竟然可以被我搞到這麼整齊 那希望呢 未來那一年 我還有一年在這裡住 整整齊 乾乾淨整 這樣維持這間屋 而且我發現這間屋如果整齊的話 在哪一個位置都可以拍片 這樣就不用快來走去 因為之前我是走得很辛苦的 我呢 我拍片的時候是左遮右遮的 大家如果有細心留意的話 就知道哪些位置是被我特意遮住了 那好啦 今天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支持我 還有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加多的最新動向的話 可以follow我的IG 還有Facebook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就不怕錯過了我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到這裡再見 拜拜 嘘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